那不是热计电器吗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一个四岁的孩子居然认识热计电器 这是我的一个小甜粉 从小爱看我的视频 这么大的孩子应该是喜欢玩具 玩游戏 他却喜欢电路和电器 我这里有这种小的你看过吗 哇 他就喜欢这个 我们家也有 买了一个枕头 他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电工 他的爱好就是这些电路电器 看着这个自嫩的小梦想 就像春天刚发出的一个心芽 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引导他 今天这要是你看中的东西 我都送给你 真的吗 小麦 气不可失 来 那我帮你拿 这是个旧的 这是个旧的 你有没有这么大的 有 没有 这是个旧的 刚拆了一个 刚才是 这边 那你好好说一下 有啊 有啊 这也有这么大的 那个大的 上周我们刚从别人那儿借了一个 这个笔他刚拆了这个 他自己也拆了 哎 王师傅你开 他前两天在家 补到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这个 是这个吧 哦 是的 就这么个大的 哦 怪我来他一来就认识的 那这点火线 哎呀 哎呀 要放一样 这么小的孩子 才几岁啊 三岁半不到四岁 三岁半不到四岁 从两岁都开始学了是吗 对 不到两岁 看你视频 哦 睡前还烧糊了 这个 这个为啥是烧糊了 你知道吗 这个 就在县米亚锦 在县米亚锦 嗯 他平时走到哪儿 看到你这电箱 都要停下来 就停下来 看一看 对 他就不爱玩游戏了 他们对游戏一点去 就是不感想 以前没图进去看 那个修店的 没有 场景 对 然后就是看你 去各种各样的工厂 还有什么不懂的 你问了吗 还有 你想 你想问我啥 你想让他教你修店吗 他对 他有一点 害羞 没有害羞 没有害羞 看不过来了 弄点保护器 对吧 不是 有小小的电流护感器 电流护感器 有 在上面有护感器 在上面有护感器 是吧 想去 人家都懂 你怎么了 你教教我 他都是那个 看你视频自学的 学的不好 不是 可以了 现场让你知道 我知道 我跟他那么大声 我就会玩棍子 拿棍子 木头棍子 他就从了你视频 说以后就要当电工 谁也不干 就是当电工 那不行 因为在梦想 就是当电工 电工太低端了 电工太低端了 这是个热剂 热剂 接到焦力接触器上的 小麦 真的太幸福了 不是说太幸福了 我才觉得 这么小的孩子 我们那喜欢电工呢 我们干电工不是说爱好 是没办法 我们没有好的出路 没有好的 没有 我觉得你们 就业机会 我们看你的视频 就觉得你长得又生动又有趣 然后孩子们 很多孩子在玩游戏 痴迷游戏 成天就是拔着 就是沉浸的游戏的人 就是出不来 像这样 能对这些感兴趣的 扫子又扫下来 然后他在家就是各种拆 各种拆 家用电器 真的能拆的 就都拆了 后来家里没拆 他们俩就去 那个 就二手食品市场 去买那个旧的电饭堡 就旧的什么东西 在那拆啊 对 你看我这些东西 你看中哪一个 你就带中哪一个 我这东西不多 这很少 都没准备 工具 拉开这边 看一下有喜欢的吗 电动工具 包包 喜欢包包吗 这个拿走 拿走 树里种下一颗 棕子大辣 地大辣 它能实现 小小愿望 又神奇魔法 听说每个小孩 都想要得到它 准备好了 哦呦 一起探索吧 这颗棕子在我心里 快要发芽了 每天我都为了 他儿子家的努力 我爸妈妈说 每个梦想都会 兄弟姐妹一起探索 我来给你 哎呦 好 谁嚼紧的啊 你会啊 我都不会 我这学习半天我也不会 哎 你还挺好 这个啊 这个到你走的时候 给你戴上吧 这个 这个也戴上 肯定戴上 这个守不了 行 必须行 必须行 这个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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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戴上 那个也戴上 戴上 我很愿意戴上 这个呢 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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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锤子呢 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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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 戴上 然后这个不能戴上 这个太危险 你找到这个 这个戴上 这个呢 你们有没有带个新的 啊 这是回去我们自己装个电池啊 那个是那个是旧的 咱都戴就戴新的 然后 这个呢 我们有这个 有吗 有 有 有但是 但是还缺两个是吧 缺两个 一个颜色给你戴一个 一个颜色给你戴一个 来我找个兜 慢点慢点慢点 来 装 你想什么就往里装一下 一起装 一起装 哎呀 这这这 小麦说我是她的偶像 我何得何能啊 我真怕误导了她 她以后会有更大的梦想 希望她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再见了小麦 来看一下这是什么设备 我也是第一次见 它这是一个包装设备 靠这个气缸往前顶 老板说正常情况下 按这个按钮 这个气缸会往前顶 现在按没反应 这些接近开关都换过 这个气缸的电池阀也换了新的 那气缸的电池阀这个电从哪来的呢 气缸电池阀 这个滤线 这个线就是它的电源线 给电池阀通电的 怎么能用这种线来作为电源线呢 这种电路一般都是寄电器吸合 来给电池阀供电 那就顺着这个线找一下 是哪个寄电器吸合给它供电 老板对这个电路经常自己捋 捋过来捋过去比我更熟悉 一红一黑接着电池阀的电源线 往下走 这个故障困扰老板很长很长时间了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一红一黑是输出 那下面就是输入 好了捋清楚了 上万人表 S470 测一下它的电压吧 输入电压有没有正不正常 接电器输入端正常 220V 下面就看到吸不吸合 吸合以后有没有电压输出 那就按一下这个设备看有什么反应 好 这个计算器指示灯亮 有没有输出呢 测量一下输出电压 这个线是给电池阀的 有 电压正常 诶 我就奇怪了 有电压输出 为什么电磁阀不工作呢 我测一下电磁阀这个电阻有没有 现在给设备断电以后测量 测量电磁阀 这两根电源线 看有没有电阻就能确定电磁阀好坏 表真没动 这款表是S470 防烧加强型 防烧万元表 看看是线圈不好还是线断了 找一下这两根线 头一次见这种网线来接220的电 这种线也只能接个信号线 接220的强电容易断 诶 不注意还真看不出来 这块有个断点 很明显已经断开了 这就是这个电磁阀部工作的根本原因 就是线断了 那我先把这个线头给它接上 我是建议老板换线的 这种线不行 点一下直接启动 看看能不能运行 老板说可以直接点 那就点一下 好了 这就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 您10分钟 摆取您的观看